来来关心到副总统赖清德这回以特使身份代表总统出访巴拉圭 参加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赖清德也和贝尼亚会面互动 不过最近在网路上面却流传一份赖清德在巴拉圭签署义事录的公文 表示未来五年将要提供3.2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102亿要帮巴拉圭来盖社宅 而且这篇网路文章还说台拔科技大学其实是用来骗原著的空壳学校 而针对网路谣传赖清德签署义事录金元巴拉圭等等文件 外交部指出这个文件内文所列的日期是今年2023年10月以及12月 而且内文所列的阿拉伯数字也跟西班牙的数额完全不同 也足以证明这是经过篡改变造的假文件 郑重澄清赖副总统本资是以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问五国友邦巴拉圭 期间都依照八国政府的规划出席各项的就职庆贺活动 也没有跟八国政府签署任何文件 总统负责投国发言人表示 这就是典型的境外境内相互协力的假讯息操作 外交部已经正式报案 也请国人请勿转传这类攻击国家外交 上海第一线外交人员的假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